美國和中國高級外交官去年在北京參加戰略對話期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有問題並不可怕 關鍵是雙方共同努力解決問題 即將開始今年的會談時 美國官員表示兩國將重點討論氣候變化這類共同關心的問題 以及雙方都關切的伊朗以及北韓的核計劃問題 但是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表示 也將會討論中國的人權紀錄 拉塞爾表示限制公民社會在中國活動的空間 記者在中國行動所面臨的障礙 而那個很有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的草案 已經引起了許多關切以及反對 他毫不懷疑這些都是屬於可以而且將要提出的問題 中國在南中國海有爭議海域的一些島礁上建設 亦是美國關注的一個問題 美國正在尋求的在南中國海 在該處來自菲律賓、越南或馬來西亞的小船 都能夠懷有同一個地區的美國最大軍艦能夠展示同樣信心的在國際水域的航行 亞洲問題分析家考夫曼在美國國會眾議院一個聽證會上發言時表示 區域強國都在等著 美國是否將會履行 他們就中國在南中國海不可接受的行為所說的話 考夫曼說他是傾向於認為如果美國沒有作為 如果中國這些長期主權要求成為了氣候 而美國繼續追求在所有這些其他領域的關係 該地區的國家就會說 好你一定不是真的說了說話就算數 不過亞洲事務顧問格拉澤就表示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獨自對中國的影響力是微乎其微 格拉澤說 這個的確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保持南中國海穩定 關係到世界各國的利益 每個國家在該處都有航運業務 在戰略對話期間 美國官員也都將會提出 中國在美國數據資料洩露事件當中的可疑作用的問題 譬如是這個月初公佈的該處事件 可能暴露了蘇巴曼現任以及前任美國政府僱員的個人信息 格拉澤認為這是美中關係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他還表示美國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雖然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在政府最高層討論過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多禁斯在《國務院發尼》的報道 而如果一些南無法全都會調查 或是風知的問題之一 通常是武協 習近平和發尼文文化的分別